第1971章 灯火阑珊 千载难逢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时台999阶 每一百 为本尊修为之一成 古往今来 所有的大天尊中 从未有人可以在本尊意志下踏上600阶 最多之人 为当年一个来自先祖 名为东陵的大天尊 他在第600阶失败 留下了一样东西后 本尊让其离开 至于你 且让本尊看看 能走上多少阶 冷漠沧桑的声音 于亡灵脚步落在这第100阶的刹那 在这天地内回荡 随着声音的出现 却见在亡灵的前方 那通往山顶的台阶上 这好似化作了蛟龙的台阶 漠然显露出了形体 赫然竟是一头真正的蛟龙 其身通体漆黑 幻化在天地间 嘶吼中卷着一股狂风 直奔亡灵而来 兴气扑面 带着一股恶臭 随风暴而来 似要阻止亡灵的脚步出现在这第100处台阶上 刹那间 这蛟龙临近 亡灵双目一闪 他此刻尽管面色苍白 但却没有丝毫退缩 而是抬头中 右手默然抬起 虚空一抓中 其身后那大天寸的轮廓 顿时缩小了一些 阵阵黑白光芒 凝聚于亡灵的右手上 形成了诡异的一幕 却见亡灵的右手 掌心为白 掌背为黑 在那蛟龙吞噬来临的瞬间 一掌向其暗去 与那蛟龙碰触到了一起 轰轰之声在这刹那惊天回荡 那蛟龙身子一震 发出了一声淒厉的惨叫 庞大的头部立刻崩溃 那崩溃 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弥漫蛟龙全身 转眼下 这整条蛟龙 立刻彻底的瓦解 化作了一片飞灰 消散在了天地中 与此同时 那通往山顶的台阶 不再扭曲 恢复如常 好似之前的一幕 只是亡灵的幻觉而已 亡灵喷出一口鲜血 在崩溃了那蛟龙的一刻 他的右手同样散去 好似凭空消失 但很快 就在黑气缭绕下 再次形成了新的手臂 但他的右脚 却是与右手碰出那蛟龙中 似身体被无数山峰轰击 在那大力下 右脚抬起 向后那第九十九处台阶落下 一旦落下 就表示他踏不上那第一百肩 就在这右脚眼看就要落下的一瞬 亡灵发出了一声嘶吼 其身体传出蓬蓬巨响 却是凭着其鼓足的肉身 硬生生地承受了这股大力 其右脚猛的改变方向 抬起中默然地踏了下去 但却不是第九十九阶 而是第一百阶 亡灵深吸口气 她隐隐感受到 自己的身体内 在踏上这第一百台阶后 似秀为的先例与那古足之力 好似有了一丝融合的迹象 这一现象 让亡灵心神移动 她沉默中 抬起脚步 再次迈去 骑速不快 一次只有十个台阶 但每一次脚步落下 都会让这古道山发出轰鸣 从一百阶往后 那来自此山 来自古道大天尊的威压 暴增一倍 在这威压下 亡灵的身体似无法承受 在走到了第一百五十处台阶时 她的身子已然颤抖起来 不得不停在那里 山顶处 那高塔的顶层 旋逻望着亡灵 眼中露出了心痛之意 她已经有了决断 一旦亡灵失败 自己拼着冒犯古道大天尊 也要将其带走 她是我带来的 是为了我来到古族 我一定要将其带走 旋逻沉默 她走不过二百阶 旋逻 你这个弟子 还是留下吧 旋逻身后的迷雾内 那看不清样子的身影 传出了冰冷的话语 但还没等旋逻说话 台阶上的亡灵 低吼中身后的那大天尊之阳轮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漠然收缩 在其收缩下 亡灵猛地抬头 一步迈去 站在了第一百六十处台阶上 她没有停顿 再次迈出 其身后的大天尊之阳不断地缩小 似化作了无穷的力量 融入亡灵体内 使得亡灵踏过了第一百七十处台阶 第一百八十处台阶 第一百九十处台阶 最终在那大天尊之阳轮廓缩小到了极限 完全消失的同时 亡灵的脚步 踏在了那第二百处台阶上 在她脚步落下的刹那 山顶那高塔内 雾气内的身影 传出了一声轻疑 而那旋逻则是双目一亮 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微笑 燃烧大天尊之阳 换来踏上第二百阶的力气 倒也是一种方法 只是 最后的这一百阶 她又如何走过 那模糊的身影 缓缓开口 古道山台阶上 在亡灵脚步落在了这第二百台阶的一刹那 山顶处高塔四周 那四根巨大的柱子上 盘袭的四个灰衣人中 与那北方柱上者 漠然睁开了始终闭着的双眼 其目内有灰芒一闪 此人身子一晃 立刻消失无影 出现之时 却是在了这台阶中 迈步走向亡灵时 其大袖一甩 右手抬起 面无丝毫表情 如带着一副人皮面具 来临时 一指向亡灵点去 这一指落下 天地一变 好似在这一瞬 苍穹破开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使得大地颤抖 鼓道山震动 亡灵双目瞳孔收缩 在她看去 这一指堪比大天尊 这如戴面具般的灰衣人 她竟有大天尊之力 此人 是谁 亡灵来不及多想 那一指已然来临 直奔其眉心落下 若是被这指尖点中 则亡灵哪怕其鼓足身体 也无法承受 必定是行神俱灭 危机之时 亡灵体内 在那从第150台阶 直至这第200台阶的过程中 吸收入体内的所有大天尊之阳轮廓的力量 在其身体中 轰然爆发出来 甚至亡灵更是体内修为运转 本源显露中 更有99道虚影幻化在身体外 其右手抬起 向着那来临的一指 漠然一拳轰击而去 在这一拳中 亡灵的身后 出现了道骨虚影 骨神 骨妖 骨魔幻化下 齐齐轰出一拳 甚至在这道骨虚影的上空 更是出现了一尊金色的光影 这光影样子模糊 但却散发出精纯的仙气 与那骨族之力缭绕 同样形成了一拳 亡灵的身体上 更是在此刻散发出了大量的黑气 这黑气透出杀戮与疯狂 更有雷霆存在 形成了杀戮雷霆的一拳 随着而去 轰轰之声 在这古道山上持续回荡 绝天地而起 传遍八方 那灰衣人指尖崩溃 其身一晃 站在那里却一动未动 只是大有深意地看了亡灵一眼后 转身向着山顶走去 消失在亡灵的目中时 却出现在了那高塔四周的北方柱子上 盘膝坐下 再次闭上双眼 亡灵嘴角鲜血喷出 身后到骨虚影消散 连同那散发出精纯仙气的金色光影 也随之散去 他呼吸急促 但却站稳在了这第二百台阶上 在站稳的刹那 他明显地感受到 体内古族之力 修为先例 正以一种奇异的方式 慢慢地有了 让他无法想象的融合 这融合 是在这古道山的威压下 被强行凝聚在一起 仙族的天尊也好 月天尊也罢 都踏不上本尊的古道山 唯有大天尊才可 你能踏在这第二百台阶上 已然具备了初步的大天尊之力 继续下去 让本尊看看 你能不能走上第三百台阶 冷漠的声音 在亡灵的喘息中 回荡开来 古道大天尊 他是我的弟子 旋罗的低吼 从那山顶内漠然传出 与此同时 一道长虹 从那山顶高塔内 急速而来 在亡灵身旁 化作了旋罗 他是我带来 我要带他走 古道大天尊 我旋罗一生围到古一脉 从未考虑过任何个人的得失 万古岁月 旋罗从未有任何怨言 一心为我鼓足 但今日 旋罗恳求古道大天尊 让我要带走我的弟子 旋罗抬头 望着那山顶 一字一字开口 话语中透出一股决心 山顶沉默 许久之后 那冷漠的声音 似有了一丝缓和 旋罗 你当年刚刚成为大天尊时 本尊曾提出 收你为弟子 随本尊居住在这古道山 你应要守护到古一脉 不想常年留在这里 故而拒绝 你守护到古一脉 这望古岁月的一切事情 本尊看在眼里 这是你第一次恳求 本尊应遇 但这也是最后一次 旋罗神色露出复杂 向着那古道山顶高塔一拜 正要带走虚弱的亡灵 师尊 弟子还可以 亡灵深吸口气 站直了身体 你 旋罗眼中露出担忧 师尊 这古道山台阶的威压 是弟子最好的修炼之地 弟子想要继续走下去 亡灵目录坚定 向着旋罗一拜后 漠然转身 走向那第二百零一处台阶 在其脚步落下的刹那 亡灵身体内 立刻传出不堪承受的声响 但他的双目 却是极为明亮 我体内古族之力 因血脉而存在 那仙族 修为因本源而存在 但这两种 却是始终无法共融起来 当年在洞府界 我曾试图融合 但却失败 这两种力量 格格不入 只能在我体内分散开来 但眼下 却在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 可以帮助我融合仙谷 古道大天尊 是仙刚如今的第一人 他的威压 是让仙谷融合最好的帮助 亡灵执意要再踏实台的 就是 他于前二百阶中 感受到的一股 可以让自己的仙谷之力 融合的契机 这个契机 对他来说 千载难逢一次 求月票 能不能 让耳根再踏入前三 本章完 第1972章 灯火阑珊 九曲三项 上 第一根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看到了亡灵神色中露出的果断 旋逻目光一宁 没有再出口 而是看着亡灵 走向那第二百零一处台阶 那古道山上传来的威压 与亡灵迈出了这一步 他在那台阶上的刹那 再次轰然而来 形成了一股无法形容的威压 轰在亡灵身体上 这二百阶前后的威压之力 差距极大 若是之前只是汹涌的怒浪 使得亡灵用尽了一切力气 燃烧了大天尊之阳轮廓后 方可咬牙走过 那么如今 这已然不是怒浪的汹涌 而是以整个怒海之力 轰鸣在亡灵身上 仅仅是一步 就让亡灵面色更为苍白 身子颤抖中 嘴角不断地溢出鲜血 他的身体发出不堪承受的嘎吱之声 好似骨头在被挤压 血肉在被撕裂 原神玉碎 灵魂要被抹灭 他如同那海水中的一叶孤舟 面对整个大海的力量 脆弱不堪一击 但 亡灵没有退缩 即便是走下去 会有莫大的危机 但他依旧不想 不愿 不甘放弃 这是他千载难逢的机缘 这是他曾经仙古融合失败后 或许最后的一次机会 且一旦他放弃 那么不但是仙古融合丧失良机 更是会让亡灵那一颗强者的心 也从此之后有了阴影 对古道大天尊的阴影 对于那强大的无法抵抗的存在 会出现畏惧 这种畏惧长久下去 将对亡灵的道 产生一种极大的伤害 古道大天尊 这三百台阶 我一定要走过 亡灵神色扭曲 身体内外的痛苦 让他想要仰天嘶吼 但却被他生生压制忍住 把这股要吼出的力量 存留在身体内 迈出了第二步 在这第二步迈出的刹那 亡灵脑海轰轰 身体颤抖更为剧烈 但他却是清晰地感受到 体内那仙族的本源修为之力 与那鼓足之力 在这一刻 被这股威压 强行地不断地融合 但在这融合中 却是有惊人的排斥传出 若非是亡灵此刻 承受那来自古道山的威压 他必定没有办法去阻止 这种排斥 使得仙古融合 再次失败 可如今 不需亡灵去压制 这来自古道山的威压 就自行地起到了压制的作用 亡灵挣扎中 迈出了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第六步 他身子尽管颤抖 但他那并不高大的身体内 似有一股惊人的坚韧 这股坚韧 支撑他的脊梁 让他可以在面对任何人时 抬头去看 第七步 第八步 亡灵踏在了那第二百零八处台阶上 他面部轻筋鼓起 身体的嘎吱之声连成一片 好似骨头在摩擦一样 但他的双目内 依旧还是露出永不放弃的目光 他感受到 自己体内的仙骨之力 在这微压中飞快地融合 一席间 似有了一些不同 骨体为外 元修为内 骨仙融合 宁一身之中 亡灵默然抬起脚步 踏出了第九步 第十步 踏在了那第二百一十处台阶之上 在他脚步落下的刹那 亡灵体内的本源之修 与那骨族之力 在这不断地融合 在外界越加剧烈的威压下 终于有了融合出了一丝 这融合出的一丝力量 是仙骨的交融 它既是仙力 也是骨力 更是属于亡灵自己的力量 在这力量出现的一瞬间 整个天空 突然出现了一幕 让那旋逻震惊 让那高塔顶层的迷雾中的身影 也猛地睁开双目的奇异景象 那天空 瞬息间 从碧波之蓝 赫然化作了金色 那金色的天空 透出无尽金芒 笼罩八方之下 更是向外急速地扩散 转眼之间 方圆十万里内的天空 彻底地成为了金色 这金色的天空 距离很远也可以看到 惊心动魄 这金色 不是神通造成 不是法术使然 在整个古族的大地上 甚至从未出现 这非神通 非法术下 如同自然一般的景象 这一幕的出现 让旋逻猛地抬头 其双目瞳孔 赫然也被折射出了天空的金芒 在这金色的天空下 古族的大地 是黑色的 但如今 这种黑色 却是深邃了无数倍布置 整个大地 整个大地上方的山峰 全部化作了无尽的黑色 那黑色 让人一眼望去 就会心神为之遗产 这是 九曲三项 第一项 惊天黑地 旋逻深吸口气 九曲三项 为先祖与古祖诞生时的天地异象 其中九曲为古 三项为先 古往今来 除了古祖与先祖诞生这时 从未出现过茫茫苍穹之中 但如今 却是出现在了这古道山上 那惊天黑地 散发出一股说不出的诡异 使得四周瞬间 一片平静 王林对着一切 似没有看到 他如今 脑海中唯一的信念 就是走到三百台阶上 在这过程中 让自己的仙谷融合 在那惊天黑地出现的刹那 王林的右脚抬起 迈在了第二百一十一处台阶上 那来自古道山的威压轰鸣 使得王林的身体 好似沉重了无数倍 但他却毫不犹豫地 再次迈出 第十一步 十二步 十三步 十四步 直至第十九步 每一步落下 王林都会身子颤抖 极为虚弱中 甚至其原神与灵魂 都在这威压下颤了起来 隐隐无法承受 在踏上那第二百一十九阶的一瞬 王林的身体轰的一声 就此崩溃 但却在崩溃中 化作了无数黑丝 那黑丝散开下 以极快的速度融合在一起 再次形成了王林的深意 他已然不惜去动用杀戮的力量 让自己的身体强行融合 只要他原神不灭 灵魂不死 则这种融合 他可以进行多次 只是 于这威压下 这种融合 即便是千次万次 随着不断的迈出 也将无视于补 因为他的原神 他的灵魂 也会在这威压中 死亡 但这种威胁到生命的威压 却是使得仙谷融合的最好之力 在那不断的融合中 王林发出了一声惊天嘶吼 他抬起脚步 毅然地踏在了第二百二十处台阶上 喷喷之声疯狂地回旋天地 这一步 王林的脚在落下的一瞬 他的身体崩溃了数十次 化作了数十次黑气 最终再次凝聚成身体时 终于踏了 在了那台阶上 站稳了身体 在他站稳的瞬间 这惊天黑地 一片平静中 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 这声音刚开始还不太清晰 但很快就回旋着金色天空 黑色的大地之间 越加地清晰起来 仔细听去 这声音 是风的声音 但诡异的 却是此地根本就无风 没有风 但却有风的声音乌叶回旋 听起来 好似一缕苍穹风曲 只是 在这苍穹风曲回旋的一刹那 悬罗神色一变 那山顶高塔四周的四根柱子上 盘系的四个灰衣人 同时睁开了双眼 抬头看向天空时 横骨不动的神色 有了变化 至于那高塔顶层的迷雾中 那之前在惊天黑的出现时 睁开双眼的身影 沉没了片刻 喃喃起来 苍穹风曲 九曲的第一音 亡灵的体内 那融合出的仙骨之力 又多了一丝 这一丝力量 在其体内没有流转 而是沉寂下来 随着仙骨不断的融合 慢慢地壮大着 但亡灵却是可以感受到 这骨力量 蕴含了他看不透 但却明显 超越了仙骨的存在 这是他渴望融合的力量 这是他当年失败后的遗憾 他听到了那封的声音 那声音在天地回旋 似在歌颂 似在诉说 只是那封音内的话语 亡灵听不清 一如在那天溺珠子的深处 他听不到 那里面喃喃一样 沉默中 亡灵满身疲惫 但他还是迈出了脚步 向着那看似遥远的古道山 咬牙走去 从这第二百二十处台阶往上 几乎没走出两步 亡灵的身体 都会承受不住 化作黑丝重新凝聚 只是他的元神 他的灵魂 已然渐渐无法坚持下去 四就快要到了他生命的极限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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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亡灵踏在了那二百三十处台阶的瞬间 他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那鲜血落在台阶上 触目惊心 只是 几乎就是 那鲜血落下的一刹那 这天地间 在那苍穹风区回旋中 又多出了第二个声音 那是雷的声音 轰轰轰雷鸣 回荡八方 这雷鸣四滴吼 更蕴含了一股说不出的韵意 在不断的响动下 如一曲天道雷音 雷音回旋 与那风曲融合 风雷阵阵 似这惊天黑地间 由万马奔腾而过 古祖诞生之时 有九曲伴随 这九曲若能全部出现 则连成一起后 可花淡乐 自古传闻 当仙纲大陆 同时出现了九曲三项时 古祖与仙祖的继承者 将会出现 旋逻望着亡灵 看着这个自己的弟子 他忽然有些看不透彻了 在他身上 我于洞府见 还看到过 荧幕 这只是一个传闻 流传在仙纲大陆上 会是他吗 玄罗神情恍惚 这一天出现的事情 让他很难置信 第一更送上 求月票 本章完 第1973章 灯火阑珊 九曲三项 下 第二更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九曲三项 第一曲为苍穹风曲 第二曲 为天道雷音 那第三曲 为凡尘云笛 这凡尘云笛 从那金色的天空中 缓缓地出现的一缕缕白云中 悠悠而起 传入心神 可以让人放松下来 似要睡去一样 在亡灵踏在了第二百四十处台阶的一刻 天地中 回旋了这样的笛声 这笛声美妙 不似声铃可以吹出 而是那云在风中 被风穿透而过时 云的表层 出现了无数小孔 散发出来 与那风曲融合 形成了天地间 极为美妙的曲乐之音 而此时的那雷声 如鼓一般 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这声音 让人痴迷 旋逻沉浸在那曲乐中 默默地闭上了双眼 那高塔四周的四根柱子上 那四个灰衣人 同样默默地听着那曲乐 神色露出了惆怅与追忆 至于高塔顶层泥雾中的身影 则是在听闻这曲乐时 传出了一声叹息 亡灵站在第二百四十处台阶上 一动不动 他也在听这封 雷 云形成的曲乐 那曲子传入他的心中 使得他的元神 灵魂 四倍温暖环绕 慢慢地滋养起来 那踏步而来 身体内外的一切伤势 在这曲乐中 竟奇迹般地恢复如初 他的体内 那仙谷融合后的力量 更多了一些 但却依旧没有运转 沉寂在那里 许久 亡灵目中光芒一闪 在那曲乐下 他缓缓地抬起了脚步 向前走去 一步步落下 亡灵的神色不再争宁 而是一片平静 他的双目不再有血丝 而是冷静中 走出了那一步步 金天为光 黑地为路 雷声为鼓 风曲为奏 还有那云笛陪伴 环绕着亡灵 使得他的脚步 稳稳地走在那台阶上 走到了第二百五十处台阶 在他脚步落下的一瞬 那金天黑地间 风雷云的曲乐中 立刻多出了一缕阴结 那阴结 为花花沙沙之声 好似雨水 从九天落下 打在了地面上 花花雨声 悠悠天地之中 与那云笛缭绕 使得这曲乐 更加美妙 隐隐地 似万物欲复苏一般 萌发了勃勃生机 玄罗在这个时候 睁开了双眼 他望着亡灵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以他的修为 以他的身份 不会有太过震惊骇然的神色变化 但如今 他的心神 却是因亡灵引动的这九之四驱 而出现了波澜 古道大天尊 你不认可他的存在 但如今 不知你的想法如何 亦或者说 我的弟子 拥有浑血的亡灵 他是否会认可 你的存在 玄罗的目光 越过了依旧在那台阶上行走的亡灵 落在了那古道山顶的高塔上 默默心道 高塔顶层 沉默如旧 那迷雾中的身影 在之前的一声叹息后 就闭上了双眼 似沉浸在那居乐中 被迷雾盖住的面容 似有惆怅与追忆 亡灵在那第二百五十处台阶上 略有停顿 于听到了那雨的声音后 沉浸了少请 再次走了上去 在那第二百六十处台阶 亡灵听到了天空的声音 这声音 很是玄妙 天本无声 但此刻 却是隐隐有一个轻声的男呢 好似轻盈一般 从天空上传来 与那苍穹风曲 天道雷音 凡尘云笛 万物润语的曲乐 融在一起 在这曲子出现的一瞬 亡灵体内那 在这古道山微压下 融合出的不多的仙谷之力 从那沉寂不动中 慢慢有了运转的迹象 只是其运转的速度很慢 不知需要多久的时间 方可在亡灵体内 完成一个循环 亡灵没有交集 他如今 在那九之五曲下 身体内外很是温暖 似有无穷之力存在 于这存在中 亡灵体内那来自古祖的一滴魂血 也慢慢有了融化的迹象 这魂血 也正是之前旋罗恳求古道大天尊出手 让那血脉苏醒 但却被拒绝的源泉 亡灵默默地向前走着 走过那一个的台阶 当他的脚步 踏在了第二百七十处台阶的刹那 亡灵体内所有本源 漠然间融化了 在这一瞬 亡灵的体内 没有了本源 但他的双眼 却是露出了银色的光芒 在那光芒下 他的眼睛 成为了银色 看起来 没有丝毫的情感 很是冰冷 甚至连其瞳孔的黑 也成为了银色 在这银色双目出现的一刻 从亡灵身上 散发出了一股说不出去的气息 这股气息 正是当年在洞府界 旋罗感受到的 那种空灵俱灭的气息 在这气息出现之后 旋罗眼中露出复杂 九曲三项中 银幕为共有之物 鼓足九曲可转化 三项中第二项也为此幕 高塔四周柱子上 那四个灰衣人 一一收回看向天空的目光 再次凝聚于亡灵身上 他们看着亡灵的目中的银 双眼露出了迷茫 那迷茫中透出了空洞 四被射取了心神一样 四对于这样的银色双目 他们有着奇异的吸引 至于那高塔内的迷雾身影 则是在沉默了许久后 传出了一声 在天地内回荡的话语 九曲三项 与你身上 出现了五曲二项 走上来吧 若你能走上三百台阶 我可以为你唤醒浑雪 并召见于你 这声音依旧冷漠 亡灵站在那第二百七十处台阶上 对于那冷漠的声音 没有任何回应 而是抬起脚步 再次走去 当他站在了那第二百八十处台阶的一叉 亡灵体内的鼓足之力 顿时融化 随着其融化 天地中这五曲之外 立刻又多出了一曲 此曲 为大地之乐 黑色的大地 传出了苍凉的藏音 那藏音 不知是如何回旋 但却是清清楚楚地从大地上传出 那曲悦哀伤 似代表了藏者的死亡 与那天之音交融 似代表了生与死 与那风云雷雨之音融合 化作了一曲绝唱 九曲三项 我也听说过 如今看来 出现了六曲二项 亡灵沉默中 感受到体内的本源修为 与那鼓足之力相继融化 消失在了体内 但却并非失去 而是与他的身体 深层次地融合起来 如今可以感应到的 是那一缕仙谷融合后 出现的新的力量 这股力量还在运转 只是依旧缓慢 或许需要数年 乃至数十年的时间 方可运转一个循环 他默默地抬起脚步 借着那股来自古道山的威压 走上了第281处台阶 一步步上前 当他站在了那 第290处台阶的一刻 他明显地感觉到 体内的那运转的速度 略快了一些 与此同时 他也感受到了 那在体内消散的本源 与骨足之力 存在的迹象 这两股力量 存在于他的元神 与五脏六腑之内 那存在于元神中的 是本源 存在于五脏六腑内的 是骨足之力 他们似融合 又似没有融合 但却与亡灵之前的状态 有了巨大的差距 且在亡灵踏上这第290处台阶的一瞬 天第六曲中 默然多出了一曲 此曲 外人听不到 唯有亡灵可以听闻 那是自己的身体 发出了声音 此音 弱体音 是他每一次抬头 每一次挥动手臂 每一次抬起双脚 甚至每一次呼吸 每一次皮肤上汗毛孔的张缩中 发出来的声音 这些声音很细微 但此刻却是与这天地之音融合 凝聚在亡灵的身体外 化作了一缕轻音 缭绕开来 这 就是第七曲吗 亡灵聆听了片刻后 猛地抬头 双眼露出争容之芒 盯着那古道山顶的高塔 你曾说 王某走不过三百台阶吗 亡灵抬起脚步 一步迈去间 跨过了十个台阶 一步站在了那第三百台阶之上 在他站在这里的一刹那 却在那山顶高塔外的四根柱子上 有两个灰衣人双眼的迷茫与空洞 被一片寒光取代 似恢复了神志一般 在墓中寒一一闪的同时 他们身子漠然一晃 起起而出 在半空中 二人身影重叠 赫然化作了一人后 迈开大步 直奔亡灵电闪一般来 瞬间临近 一拳轰出 这一拳 蕴含了一股灰色的雾气 那雾气显露出一个巨大的头颅之影 带着一股疯狂 发出无声的咆哮 直奔亡灵来临 喷喷之声 在这瞬间 从亡灵体内立刻传出 这声音 如同心跳 是亡灵此刻 五脏六腑形成的第八曲 五脏曲 那是其肺脏的收缩 心脏的跳动 脾脏的阵脉 肝脏的陡颤 肾脏的崩发下 融合在一起后 形成的五脏之音 与它的体音交错 与风云雷雨的融合 与天地生死之曲的纠缠后 爆发出了八曲之音 在这八曲同时回旋中 亡灵体内那五脏六腑中的 鼓足之力 轰然扩散 瞬间融入亡灵的身体血肉之内 与此同时 太原神内的本源之力 也随之而动 弥漫在亡灵体内各个经脉之中 随着这两股力量的散开 在宁体宁内之后 第一次以亡灵的身体为中心 相互完全地融合在了一起 化作了一股庞大的仙谷融合之力 在亡灵体内 以无法想象的速度 从之前那需要数十年方可完成的循环中 加快起来 刹那转动了一个循环 这股不属于仙 不属于股的力量 在完成了循环后 化作了亡灵的一声低吼 滚开 第二根 再来几票 四可以成为第三的样子 求月票 本章完 第1974章 灯火阑珊 来自皇宫的邀请 第三根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这声音不大 没有惊天动地之音 但却在传出的瞬间 竟然从亡灵身上 散发出了一股不弱于这古道山的威亚 这股威亚 足以让一切感受之人 神色大变 为之震惊 要知道 古道山的威亚 来自于那古道大天尊 这位仙纲大陆第一强者 可如今 亡灵身体内散出的这股威亚 竟能与古道山不相上想 这种事情 所代表的含义 足以让人骇然 随着两个字的轰鸣 整个古道山剧烈地震动起来 尘土飞扬间 似此山要崩溃一样 那亡灵面前的两个灰衣人 重叠后化作了一拳 那拳头外形成的灰雾头颅 于亡灵三丈外 发出了刺耳的惨叫 那头颅如被狂风横扫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漠然消散 化作虚无的同时 那两个灰衣人 重叠身影形成的一拳 更是骨肉碎裂 轰然崩溃 在这崩溃中 那身影似被大力冲击 立刻倒卷 在半空重新化作了二人后 齐齐喷出一口鲜血 古井不波的熔岩 露出了无法置信之色 他二人喷出鲜血后 身子依旧无法停止 再次后退 竟被亡灵那一吼之力 生生地震退千丈之远 古道山轰灵下 从那古道山顶高塔中 与此时 又有一只黑色的大手 幻化在高塔上 迎风渐掌 瞬间就化作百丈左右 如同一座黑色的五指山 向着亡灵轰轰压来 那五指山 与亡灵吼声中蕴含的气体内 那飞仙飞骨的力量 运转一个循环形成的 威压在天地间 在这古道山中 展开了碰撞 轰轰之声回旋间 那黑色的五指山 剧烈的震动下 倒卷而起 消失在了天空中 亡灵之力 其身一阵 体内那融合在一起的 奇异之力 从融合中分离 那本源与古族之力 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亡灵体内那一缕 仙古融合之力 开始了运转第二个循环 只是速度慢了下来 似需数十年 方可旋转一个循环 旋逻在后 看到了这一幕 倒吸口气 那高塔内 在沉默了半响后 传出了依旧冷漠声音 上来吧 本尊为你唤醒浑雪 亡灵面色苍白 站在那第三百台阶上 没有开口 而是抬起脚步 向前只迈出了一步 这一步落下 他在那301处台阶中 在落下的瞬间 他体内那低浑雪 骤然融化 消失在了亡灵的体内 与他的身体完整地融合 他已经不需要古道大天尊出手 就已经让那浑雪 完美地融合在了身体内 其内的血脉传承 也渐渐显露出来 站在那里 亡灵沉默中 向着那古道山顶 抱拳一拜 多谢古道大天尊成全 亡灵并非鲁莽之人 他与古道大天尊之间的差距很大 即便那古道有三百台阶 让其离开之雨 但亡灵还是把他对古道的冷漠 埋在心底 向其败别 况且 能让体内仙谷融合 也的确是拜那古道大天尊的威压所赐 或许 这是偶然之事 也或许 这是那古道大天尊 默认之意 但无论如何 亡灵明白 古道大天尊 身为仙纲大陆第一强 亡灵须向其一拜 你放心 本尊说过 你若能踏上三百阶 可让你离开 如今你记过了 那便下山去吧 许久 那高塔内 才传出了古道大天尊冷漠的声音 在这话语前的那段时间 似着古道大天尊 在沉思一样 亡灵没有再开口 而是转身向着山下走去 在走到旋罗身边时 他看到了旋罗的身体外 隐隐收起的波动 显然 若是那古道食言 则旋罗会出手 师尊 亡灵轻声 旋罗的举动 使得亡灵心中 与古族的裂缝 有了温暖 走吧 旋罗深深地看了亡灵一眼 埋下了对之前八驱二向的震动 大袖一甩 卷着亡灵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天空而去 直至二人消失在天地的尽头后 那古道山上 两个受伤的灰衣人 才回到了柱子上 复杂地望了一眼远处 闭目重新打坐起来 许久 那高塔中 传出了一声叹息 顶层那迷雾内的身影 站起了身子 其身被雾气笼罩 走到了窗口的旁边 望着外面的天空 目光四摇摇地 落在了旋罗与亡灵离去的方向中 旋罗带着亡灵 在数日后 回到了稻谷一脉所在的稻谷皇城 于那道古殿的山后 亡灵在那木屋中 长久地居住了下来 对于在古道上的那一幕幕 旋罗没有追问 亡灵也没有解释 好似此事不曾发生 被旋罗隐藏了下来 随着一个月过去 渐渐地 似烟消云散一样 这一个月 亡灵如若闭关 在那木屋中打坐 他此行古道山 途中去往了很多地方 吸收的本源很多 让他的本源之力 也增长了不少 修为更有精进 他体内的本源 与古族之力 也在这一个月中 伺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本源依旧凝聚了真身 古族之力 也依然化作了 眉星与双目的二十七星 看似寻常 但唯有亡灵知道 如今的他 只需心念一动 就可让仙古再瞬间融合 化作短暂的爆发之力 那古力量 其威亚 可以堪比古道山 随着其本源修为 与古族之力的增长 这样的短暂融合 时间会更久 爆发出的力量 会更强 直至当有一天 完全地融合在一起 不是如现在这样 只能短暂融合时 他将拥有 如那古道大天尊一样的力量 如今他的体内 那融合后的 一缕仙古之力 还在缓缓地转动 虚很久 方可完成一次循环的样子 这一日 王林从土纳中睁开双眼 奇目一闪 右手抬起中 出现了一个圆筒 他沉阴片刻后 默然打开 那圆筒中有不多的一些液体 散发出精纯的木本源之力 取出一滴 王林融入体内 那一滴液体顿时消散 与此同时 王林体内的木本源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疯狂暴增 三天后 当王林再次融入一滴时 其体内那木本源 已然向着真身的程度 快速地推进 又过了小半个月 当那圆筒内的所有液体 都被王林吸收之后 王林盘膝打坐的身躯 立刻出现了重叠之影 却见其五行真身一闪而出 站在了王林身前 五行真身 面色如常 于王林面前 身体散发出无色光芒 其中代表了木与金本源的光芒 略有暗淡 不如其他三色明亮 但渐渐的 那代表了木本源的颜色 却是越来越璀璨起来 数日后 那光芒大闪 赫然达到了 与水火土三道本源颜色一样的程度 那五行真身一晃 其内分化出四道身影 与一个光团 那四道身影 除了水火土三大本源真身外 赫然多出了一个 正是王林的木本源真身 在这四个真身中间 那金色的光团 正是金本源 它还没有凝聚出真身 王林睁开双眼 望着那金色的光团 神色露出惆怅 片刻后 它眼露果断 右手抬起肩 立刻那出现了一个金色的碎片 此碎片 是仙极剑碎片 是在先祖组成的长街上 王林获得之物 它之前也曾炼化 但却没有完整融合 此刻取出 配合它在这数月中于旋逻的指引 吸收的诸多本源中金本源之力 要将它们贯穿在一起 去冲击五行真身 最终的大成圆满 一旦这金本源 也凝聚出了真身 则这五行真身 威力大增的同时 也可验证 王林在来到古族前 与那苍茫大海上的分析与推测 五行真身大成 若我修为可以增加 则我推测为真 王林不再犹豫 张口吐出一团金色的气 笼罩那金色的仙极剑碎片后 将那碎片与那金本源的光团 包裹在了一起 时间流逝 转眼又是一个月 从王林与玄罗 回到稻谷皇城 如今已经过去了两个半月的时间 这些十日内 王林始终在那木屋中 没有外出一步 玄罗曾来过两次 在那木屋外观察了少请 知晓王林在凝聚本源 没有危险后 转身离去 这一日清晨 当天空第一缕阳光洒落大地 掀开了黑色的盖帘 将那温暖俯过 这桃源一般的山谷石 一枚玉碱从道古殿的方向 急速飞来 于这木屋外环绕数圈 最终落在了木屋门外的草地上 不动了 但片刻后 这玉碱一抖 化作一道长虹 飞入木屋中 被木屋内神色平静 盘膝坐在那里的王林 双指夹住 其神石在那玉碱上一扫 这是一枚传音玉碱 其内话语不多 送出一份邀请 道古皇尊 于十日后 斩封后大典 王林神色如常 神石从那玉碱上收回 那玉碱是道古皇宫送来 邀请王林去参加这个大典 这个玉碱能被送来 显然是获得了师尊的认可 如此来看 这大典 应对道古一脉 很是重要了 王林目录沉吟 这道古皇尊选妃数百年 如今终于选择了一位 册封为皇后 我是去 还是不去 王林如今 融合那金本元 已经到了关键之时 他并非想去参加这什么丰厚大典 第三个 月票能再多一些吗 本章完 第1975章 灯火阑珊 古祖一旨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放下手中的邀请遇见 王林便不再考虑此事 毕竟对他来说 相比这道古皇尊 什么丰厚大典 还是他如今的修炼更为重要 金本元真身 应该就是在这几天 便可以凝聚出来 届时 五行完全成为真身 荣为一体后 就可验证我之前的猜测与推算 是否成功 王林眼中露出躊躇之意 他隐隐有些担心 若是五行真身完整后 他的修为依旧还是空节后期 则他的推演失败 一旦失败 则王林就不得不暂且放弃其他本元 凝聚成真身的方式 而是要感悟生死 因果 真假后的第四道虚之本元 只是这虚之本元 本就是模糊一片 完全凭着机缘与明雾 或许数年可有所得 但也或许需要千年之久 也依然没有头绪 这样的事情 让王林愁愁地看着身前漂浮的 那被金色雾气包裹的光团 渐渐露出期待 许久之后 王林轻叹一声 目光从那金雾光团内收回 此事他已经做到了极限 修为能否提高 几天之后就有答案 双目微微开合 王林沉吟少请 其大袖一甩 立刻在这木屋的地面上 光芒闪烁 出现了一个阵法 这阵法缓缓转动 但却没有丝毫声息传出 从外看来 也没有半点光芒扩散 起身一步 踏入这阵法内 王林身影消失于其中 在这阵法下方的地底 距离木屋约有万丈的深处 有一个巨大的洞府 被开辟在这泥土之间 这洞府出现的时间不长 是王林在选择于那木屋内闭关的第五天 凝固出来 这洞府足有数百丈之大 其内有黑白两道光芒笼罩 在那光芒的中心 赫然漂浮着一个巨大的黑白之阳 尽管只是轮廓 但这却是王林的大天尊之阳 在这大天尊之阳下 赫然有一个十丈大小 没有双眼双耳 天灵有一道深深裂缝的头颅 此头颅正是先祖之头 在这洞府的四周 被王林布置了无数阵法禁止 以他如今的修为 这些禁止的威力极为强大 莫说天尊 即便是月天尊 也无法感应得到 甚至大天尊若不仔细去看 也很难察觉 因组成此地静置的力量 是王林体内那非仙非骨的融合之力 被他抽出了一丝 与此地静置融合 这才具备了如此强大的威力 王林的身影 出现在那先祖头颅旁边 望着此头颅 王林神色平静 此地他单独开辟出来 就是为了滋养自身的大天尊之阳 按照他的分析 若自己的这大天尊之阳 可以完全融化了那先祖头颅 则此阳就会完整凝食 在这先祖头颅前盘膝坐下 王林张口吐出一缕氢气 那氢气直奔头颅 钻入其蹊跷中 使得这先祖头颅漠然一阵 散发出大量的金光 只是这金光在散出中 立刻被其上的大天尊之阳吸收 化作了黑白二芒 滋养此阳 这近三个月的时间 此大天尊之阳 一直在吸收 不过那先祖头颅 岂能是这么容易炼化之物 一时之间 很难完全融合进去 半想之后 王林在盘膝中睁开双眼 其右手抬起 虚空一抓之下 立刻就有一片暗金之色 在其手心内扩散 在那光芒中 只见一个虚弱的灵魂之体 避着双目 被王林死死地抓在手中 他的神色 看似平静 但双眼却是瞳孔收缩 有了凝重 那虚弱的灵魂 正是仙皇连道真 这之前被王林擒住了 灵魂的仙皇 如今很是凄惨 在王林的手掌中 不时地颤抖 想要睁开双眼 但却好似没有了力气 只是 从他的身上 却是有一股惊人的仙气 缭绕 尤其是在这仙气下 从此灵魂上散出的威压 可以让任何强者感受后 一眼认出 这是属于大天尊的威压 不过 那威压尽管属于大天尊 可这灵魂上散出的仙气 却并非精纯 而是极为博杂 隐隐透出灰败之感 似这灵魂 于此刻闭目中 承受着极大的痛苦 浩强的祖树之力 王林喃喃自语 这仙皇的灵魂之体上 有王林一路不断的封印 配合他的修为 与仙皇自身的灵魂之力 依然无法驱除这祖树 但却也可以维持一个平衡 使得这灵魂不散 本打算借此灵魂的威压 来强容我身体内的仙谷之力 如今看来 已经不需要了 不过 此灵魂毕竟是仙皇 对我还有大用 王林目入沉吟 看了一眼前方自己的大天尊之阳 可惜其上的祖树之力太强 若能将其驱除的话 或许可以把此人灵魂 融入我的大天尊之阳内 以他魂为影 应可强吞那仙祖头颅 王林左手摸了摸下巴 又沉吟了片刻后 目光一闪 左手掐绝 一指点 在那右手抓着的仙皇灵魂上 这一指落下 那仙皇灵魂顿时颤抖 张开嘴 发出了无声的嘶吼 震动四周 这洞府的静置 立刻闪烁起来 王林神情颇为凝重 其左手点在那仙皇灵魂的头部 许久之后 慢慢地抬起中 却见一丝灰气 从这仙皇灵魂内被抽出 化作一道长丝 被王林慢慢地带出了一些 当他的左手完全抬起时 那灰丝缭绕在王林左手指间 默然化作了一个灰色的恶鬼般虚影 张开血盆大口 直奔王林手指吞噬 但就在他吞噬而来的刹那 王林的双眼立刻一凝 其瞳孔成为了银色 荧光一闪 落在那恶鬼虚影上 顿时这虚影身子一颤 似颇为恐惧 身子收缩中 缩小了大半后 被王林左手一把握住 狠狠一捏之下 那灰气烟消云散 王林额头此刻 密出一些汗水 双目荧光消散 露出苦笑 仙谷短暂融合 可以驱散这祖树之力 但以我如今的修为 无法坚持太久 做不到一次性驱除所有的祖树 王林看了右手的仙皇灵魂一眼 此灵魂体内的祖树之力 方才本被抽出了一丝 但如今却是重新滋生 轻叹一声 王林右手一番 其内仙皇灵魂被他收起 他坐在那里 沉吟了许久 还是叹了口气 看来 要等修为再高一些后 融合时间更久 发挥出的威力更大时 才可驱除此魂上的祖树 从而融入我的大天尊之阳内 且此树诡异 仙皇身份又特殊 不便寻玄罗师尊帮助 王林自身的一些隐秘 不到万不得已 他习惯性地 不想让任何人知晓 收起了仙皇灵魂 王林右手虚空一挥 却见一枚玉碱幻化出来 这玉碱 正是那忌都皇子所赠 其内蕴含了古祖一指之力 此玉碱王林之前得到后 也曾研究 但却无法明误 总是似有一层隔膜存在 让他看不清晰 只能将此物作为一次性的神通 来使用 但他如今融化了体内那低魂血 脑子里多了一些破碎的记忆 这些记忆分杂 他能感受它们的存在 可却无法翻看 显然是魂血不多的缘故 拿着玉碱 王林凝神看去 那玉碱中有一个模糊的身影 这身影身体晃动 似存在于一个同样模糊的天地内 随着其身体晃动 那天地粉碎 消失了 很简单的虚幻 可是阴其模糊 很难感悟 王林之前看过几次 均都是这样 此刻看去时 依旧如此 但他却没有半点气馁 而是闭上双眼 沉默了许久后猛的睁开 却见他的双眸内 再次出现了荧光 那荧光占据他双眼全部 透出冷漠无情 以这样的荧幕 王林再次看向那手中的玉碱 在其目光落下的刹那 这预见中立刻出现了模糊的身影 只不过于这模糊身影出现的一瞬 王林脑海内 因完全融合了浑血后 多出了那部分无法翻看 却可以感受的记忆碎片 立刻有那么几片 漠然连接在了一起后 展现在了王林的脑海中 那是一个穿着灰色衣衫的男子 这男子有一头长发 其容颜 赫然就是那道古皇城内的雕像 也就是古祖 他左手背着在身后 漂浮在天空上 抬头望天 神色露出轻蔑与不屑 四孤傲至极 其目光所望的天空 有一群黑色的小点呼啸而来 离境之后 那一个个黑点 赫然是一群奇异的凶兽 那群凶兽有人的头颅 但却是狮子的身体 可却只有两只 后置于尾好似退化 成为了鱼尾一般 飞行而来中 发出了刺耳的嘶吼 尤其是最前方 一只明显强壮的此兽 更是散发出一股接近大天尊 但还略差一些的强悍气息 但那灰衣男子 依旧轻蔑看去 右手抬起 向着前方一直点去 这一指落下 天地震动间 却见那群凶兽所在的 天与地方员十万里 好似被分裂出来 上下猛的一压 轰鸣回荡 那被分离出的天地 在那压缩中 所有的凶兽 轰然粉碎 啪的一声 亡灵手中的玉碱 出现了裂缝 分成了两半 从亡灵手中落下 碰触地面的一瞬 化作了碎墨 亡灵清醒过来 墓中银色消散 但去双眼内却是有金光闪动 好一个鼓祖一指之力 本章完 第1976章 灯火阑珊 风起道鼓 小说 仙秘 作者 耳根 这一指 施展的不是神通 而是沟通天地 亦或者说 操控天地的力量 它攻击的 也不是那群诡异的凶兽 而是那群凶兽 所在的天与地 撕开那片天地 以一指作为逼压 使得天地坍塌挤压 那群凶兽 只不过是附带而已 亡灵喃喃中右手抬起 看着自己的手指 向前缓缓地点出 但他的手指一动 却是极为缓慢 好似前方 有一层层无形的臂障 阻止他 如鼓祖那般点去一样 半想 亡灵收回手指 没有再去尝试 而是低头沉吟起来 从此树上可以看出 鼓祖之强 已然到了一种 另外的境界 不过我脑海内 有着记忆碎片 且有素神觉在 倒也可以略作模仿一下 亡灵抬起头 看了一眼地上那 玉碱碎末 缓缓闭上双目 在他的体内 存在了许多 博杂的元神 是他在先祖组成内 杀戮而得 这段时间来 一直在默默练化 如今已然凝聚得差不多 可以再 开辟出一条神脉了 我身体中有五条神脉 可以移动之下 出现九十九道残影 不知有第六条神脉后 又能如何 亡灵体内展开素神觉 凝聚第六天神脉中 时间流逝 过去了七天 距离那先皇丰厚大典 如今只剩下了三天的时间 整个道古皇城 一片喜气洋洋 大街小巷上 被来自皇宫之人 布置得极为精美 尤其是夜晚之时 整个道古皇城 几乎不夜 通明一片 散发出五彩之光 距离很远也可以看到 甚至那道古皇城的天幕 也都被染成了五彩 给人一种美妙绚丽的同时 也透出了丰厚的喜气之意 对于这一次丰厚大典 道古皇尊极为重视 甚至道古一族都对此事颇为在意 这毕竟是道古皇后的册封 所有道古一脉的族人 纷纷期待中 把目光望在了皇城的方向 甚至不少强者族人 以及各郡之主 都从各地赶来 准备亲眼看一看 这道古一脉的大典 来自几古一脉 十古一脉的使者 都在这几天陆续赶来 带着赫离 参与这一次道古圣典 尤其是十古一脉 更是准备的赫离极多 带队者为皇子济都 济都当年 曾亲自陪同使团选出了诵旨 他能来此 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更因那皇后信诵 是十古一脉大天尊的 后人旁之子孙 故而这一次 那宋天大天尊 也派出了使者 带来了一份贺礼 如此多的人来到了道古皇城 使得皇城一时之间 极为热闹 人声鼎沸中 道古一脉更是加强了防护 不允许在这大典之时 出现丝毫意外之事 如今的道古皇城 尤其是那皇宫 可以说是守卫森严 强者凝聚 几乎所有道古一脉的强者 都已来临 还有那分散开来 拥有皇族血脉的各个王侯 也从各地来临 使得到古皇城 因此大典 热闹非凡 此事 为古族大事 三皇之一封后 在这皇权至高无上的大帝 可以说人皆尽之一样 尤其是古道山上 也送出了一份礼物后 使得道古皇尊 在这段时间内 吸引了古族三脉 所有人焦点的凝聚 更是在这最后的几天 因到来的人实在太多 故而道古一脉 寄出了镇族的宝物 化作了九十九座 略小于道古皇城的巨大平台 与那道古的天空城 为中心铺展开来 那一处处平台上 更是被强者快速地布置 出了一处处居住之所 这才容纳了如此多的来临之人 对这一切 亡灵沉浸在修炼中 没有丝毫理会 在这距离大典 只有三天的夜里 整个道古皇城五彩弥漫 灯火通民间 更似传出热闹的人声 甚至四周 那九十九处平台上 也纷纷如此 因这么多三族族人来临 使得这里出现了一处处方式 在等待大典的期间 三族族人有不少 彼此交易各自所需之物的同时 也出现了很多的拍卖之地 道古皇宫内 同样一片喜气缭绕 在那最高的阁楼处 道古皇尊背着双手 望着前方一片五彩的天地 嘴角露出微笑 朕日后 要让朕所在的地方 天天都如大典的这段日子般 成为整个古族的中心 道古皇尊缓缓开口 陛下雄才大略 终有一日 可以达成所愿 我等愿追随陛下 在陛下身后 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这阁楼中 除了道古皇尊外 还有七人单膝跪在地上 此刻齐齐开口 神色露出狂热 准备得如何了 那道古皇尊微微一笑 十古 几古的使团都已经安排好 两位大天尊的使者 也已招待 来自古道山的礼物 那送来的使者大人 属下也恭敬地 将其安排在了皇城中 其中一人立刻开口 来自我族的族人 还有那其他两族的强者 属下将他们分散在了四周九十九台之内 人数虽多 但却足以容纳 第二人连忙说道 大典的布置 属下一直全程负责 可以确保大典的进行与完整 还请陛下放心 守护方面 禁义军 二军 直至七军所有人 会在大典之时 做到严密的守卫 绝不会出现丝毫意外 国师那里送来话语 他于大典之日 会亲自参加 送后如常 依旧整日不出 四总是在回想记忆 但每一次都会疼痛不已 四没有想起什么 大天尊还没有传来话语 不知大典之日 是否会来参加 那七人一一开口 说完之后便低头 等待身前这个道古一脉 至高无上的存在吩咐 按照规格 大典将会举办九十九天 除了第一天祭祖外 其余时间 朕就不参与了 这段时间内 若出了丝毫意外 你等当诸 那黄袍男子悠悠开口 身后那七人 立刻恭敬乘事 三天后是大典一室 我到古一脉 历代古皇 都会在大典的前一天夜里 举行一次丰厚庆祢 让我到古族人 还有各国使者 一见皇后 此事 你们安排得如何了 已经全部安排下去 七人中有一人 恭敬开口 好 那黄袍男子 脸上露出微笑 更有一丝期待 大袖一甩 消失在了这阁楼中 朕取他为后 给他这个身份 是最好的赏赐了 国师 朕期待你推演出的结果 此时此刻 同样在这皇宫中 一间幽静的宫殿内 坐着一个穿着凤袍的女子 这女子没有绝伦的相貌 但却有一股说不出的气质 她望着眼前的镜子 看着镜子内的自己 目中露出了迷茫 什么也想不起来 梦中的一切 苏醒后都变得模糊了 记不起那梦里的女子 什么样子 记不清那男子的相貌 只记得她的两句话语 这女子闭上双眼 脑海内回到那两句 似要吼破天空 让天地颤抖的声音 走 我带你去杀人 天让你死 我也要将你抢回来了 镜子中的那张女子的脸 她闭着的双眼 顺着眼角流下了两行泪水 那泪水蹚过脸颊 滴落在了衣衫上 将其衣衫染湿了一片 我为什么会流泪 她是谁 我 是谁 是宋志吗 我是宋志吗 这女子睁开双眼 目中的迷茫 更多 这一切 王林不知道 她也感受不到 她的修为尽管通天 但却依旧看不到这女子的眼泪 感受不到这女子的气息 即便是当面亲眼 她或许也同样无法看出 这女子 是谁 因为在这女子的残魂上 存在了一股迷雾 遮掩了一切 因为这女子与宋志融合后 那迷雾更浓 她不知道 她始终要找的那碗的魂 近距离自己这么近 这么近 那女子 也同样不知晓 她迷茫中的名字 自己的 她的 这个人 也在这同一片天空下 呼吸着同样的灵气 在距离大典前一天的清晨 王林 从那地底的修行中 睁开了双眼 目中闪过疑惑 她的体内 出现了第六条神脉 只是 让她疑惑的 却是心神内 不知为何出现的一丝悸动 这悸动来的突然 让她产生了疑惑 沉默了片刻 王林起身一步 走出了这地底的洞府 出现在了那木屋中 那金屋的光团 隐隐出现了人形 开始了真身的凝聚 比我预料的时间要长一些 王林盘膝坐下 望着那金色的雾气 压下内心的那一丝悸动 直至日落西山之时 王林抬起头 张开向前一吞 将那五行真身 与那金色雾气 吞入身体内后 起身推开房门 夕阳中 旋罗站在那里 微笑地望着王林 你已经递关了三个月 明日策后 大典你可以不参加 可今日到古一卖夜宴庆礼 你代为师去一趟吧 我知你性格不惜热闹 去后略做停留 回来就是 王林犹豫了一下 她实在不愿去这什么庆礼 但既然师尊要求了 王林点头乘势 把此物送给夜道 算是为师给她的鹤礼 旋罗含笑中 右手虚空一抓 出现了一个礼盒 递给王林 王林接过后 没有去看 收起向着旋罗抱拳一拜 身子化作一道长虹飞起 在半空掠顿之后 向着道古皇宫的方向飞去 送完此礼 便离去回来继续修炼 金本云凝聚在即 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了 王林打定主意 只是 在她这个念头升起的瞬间 她的心 再次有了一丝悸动 王林眉头一皱 看了一眼远处的皇宫方向 风起道古 呼来月票 本章完 第1977章 灯火阑珊 夜宴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道古一脉皇族 历代古皇都会在丰厚大典的前一天夜里 举行一场通明夜宴 此夜宴夕阳落实开始 与那清晨之时结束 夜宴中人随之参加那盛大的典礼 于此夜宴上 道古皇尊会带着其册封之后出灵 这可以说是被册封之皇后 第一次于这种场合 出现在众人面前 接受了所有夜宴众人的祝福后 皇后会离去 但那道古皇尊会与众人一同直至夜宴结束后 展开大典 举行这场夜宴的地方 是那皇宫正殿外庞大的广场 这广场如今在这夕阳下 被无数宫中仆从摆置了大量的清风暗机 远远一看 密密麻麻之下 竟有数千之多 这些暗机呈善行 如向皇宫正殿一拜 在这皇宫的天空上 此刻更有数百小型的平台飘浮 每一个平台上 都同样放着敬百暗机 用来招待来临之人 随着时间的到来 整个皇宫回荡起了一声声鼓鸣 那鼓声连天 轰轰而起 却见在那皇宫中心 赫然存在了一面约数百丈大小的巨鼓 此鼓不知何种瘦皮制成 散发出沧桑的同时 更有一股凶煞弥漫 在那鼓上 飘浮着九个黑衣人 这九人每一个拥有不弱的修为 堪比天尊 每一次的鼓声轰鸣 都是这九人同时出手 在天空上九人之力 凝聚出了一个巨大的虚化手掌 拍击在那巨鼓上所发出 鼓声回荡 扩散整个皇宫后没有散去 而是如波纹一般散开 最终笼罩了整个天空之城 笼罩了那城外 近千个巨大的平台 使得此地所有鼓族族人 全部听闻 轰轰之声每隔一刻 就掀起一次 化作无数回音 持续了许久 在将要虚弱之时 往往是一刻过去 新的鼓声再次回旋九天之中 当第三声鼓名回旋间 皇宫内陆续有人簇拥而来 密密麻麻之下 四一眼看不到数量 但这些人 却无意不是强者 虽说不是堪比天尊的族人 但却如第三步修饰般不弱 在那鼓声中 这些来临之人 纷纷各自选择了暗机 坐下后 彼此含笑交谈 一时之间 整个广场嗡鸣起来 透出一股热闹的样子 天空上 在那第五声鼓名荡起中 一道道长虹呼啸而来 那些长虹之中的族人 有道鼓一脉 也有其余两脉之人 他们来临后 有的选择在了广场暗机 有的则是坐在了 漂浮在天空的 那数百平台中的暗机上 来临之人 越来越多 在那鼓声回荡第七响之时 夕阳下的整个天空 被数千长虹四分割开来 隐隐如有支离破碎之感的同时 这数千长虹 化作数千族人 一一落座 与此同时 在那数千长虹全部都坐下后 远处的天地间 赫然飞来了一百零八道刺目的极光 瞬息而来 化作了一百零八个 身穿白色铠甲的道鼓族人 这一百零八族人 齐齐向着皇宫整殿一拜后 落向下方 在靠近前方正殿的暗机上 一一选择后 神色平静地盘膝而坐 道鼓一百零八戒 道鼓一脉 分镜 圣 煞 王 不灭将 如今这一百零八戒出现 想来后者 应会陆续来临 这一百零八戒 据说每个人都是杀戮滔天之辈 满身煞气 故而可以封为静 低声的议论 被那轰鸣掩盖 但却掩盖不住 那一道道目光的扫来 于这一百零八人身上扫过 那目中中有羡慕 有阴沉 也有审视与观察 就在这一百零八人出现后 远处皇宫外的大地 立刻有七十二道旋风呼啸而起 那每一道旋风内 都有一人 此刻起起而来 直奔皇宫广场 一股强大的威压 骤然降临 笼罩皇宫内外的同时 那七十二道旋风来临 其内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但却毫无例外 都拥有神 妖 魔圣一般的气息 再看他们的双目与眉心 竟都有二十七星 七十二圣 曾为道谷一族 立下赫赫战功的七十二圣脉 我早就听说 道谷一族的七十二圣脉 代代军都是七十二人 不多不少 这七十二脉之家 已经传承 守护道谷无数岁月 议论声掀起间 轰轰之音与此剧烈的传荡 正是那第八圣古名 在此古声回旋间 大地震动 似有地龙翻滚 同时那夕阳的天空中 却见三十六道血色长红忽然降临 一时之间 将那天空都染成了赤红 使得那夕阳消失 被掩盖起来 三十六丈 道谷一族 极富盛名的三十六丈 他们是道谷皇族的亲位 及整个道谷一族的资源与力量 为历代皇尊 打造了三十六尊强者 我听说他们 如同死士 只需道谷皇尊一声令下 就可自报 这哪里是什么三十六丈 这分明是三十六啥 那赤红之盲内 走出了三十六个大汉 他们通体红雾 看不清相貌 出现后向着正殿一拜 身子落在广场 坐在了七十二圣的前方 古声依旧回荡 在这三十六人坐下之后 天空突然出现了剧烈的轰鸣 竟压过了那古声 压过了此地近万人的议论之音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后 却见那天幕中 突然有十八道巨大的裂缝 漠然被声声撕开 那撕开这一道道裂缝的 是那凭空出现的 十八双黑红手爪 一声声嘶吼惊天 在所有人目光齐齐 看向天幕的刹那 却见这十八道裂缝内 赫然钻出了十八条黑红色之龙 这十八条龙 妖气惊人 竟是妖龙 用鼓妖气息之龙 那十八双银色的瞳孔 透出无尽妖气 使得这十八条龙神色极为猙獰 他们出现后 立刻在天空回旋 连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道鼓十八王 没错 正是我道鼓十八王的坐骑妖龙 这十八条妖龙出现 显然是十八王来临 道鼓皇尊之下 同样是皇族的十八位道鼓之王 据说他们每一人都拥有强大的力量 其中十二人平时不得回京 而是在外镇守十二郡 阵阵哗然之声 在这十八妖龙出现之时 立刻议论起来 远处的天空上 距离皇宫 还有一段路程的地方 王林站在那里 目光摇摇看去 那十八条妖龙出现时 引动了天地之气 尤其是连成了漩涡旋转后 似化作了一场风暴 可以阻止神时目光的凝聚 道鼓十八王 不知夜末当年 是否也是 这十八王之一 或许在这夜宴中 可以看到 王林摸了摸下巴 他来到道鼓一脉后 没有停留太久 如今回来又闭关三个月 故而没有找出时间 去寻夜末后人 但此事 他却是始终记在心里 略作沉吟 耳边回旋那第八声古名的余音 王林不疾不虚 向着远处皇宫走去 只是他越是临近 那种凭空出现的心计之感 就越是强烈 这种状态 不是危机使然 而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以王林的修为 他已然可以做到在 有关自身的大事上 可以提前一些有所感应 只是他怎么思索 也想不出 在这皇宫夜宴上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王林皱着眉头前行中 那道古皇宫的殿前广场上 天空回旋的十八条妖龙 齐齐下降 仔细一看 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头部 都赫然站着一人 一共十八人 相貌各自不同 但却隐隐有相似之处 衣着蟒袍 看起来颇有威严 这十八人身子一晃 同时走下妖龙 落在了广场上 距离正殿最近的暗几处 一一坐了下来 在他们坐下的同时 那十八条妖龙一声嘶吼 钻入那天幕的裂缝消失 随之那裂缝也散去在了天空上 使得夕阳如旧 恢复如常 而此刻 第九声古名 回荡天地之间 与之前的八声鱼音融合 化作了一声罕见的轰隆之声 那声音 足以将修饰镇死 甚至就算是古族身躯 也很难 在那声音下不受创伤 但诡异的 此地所有人 只闻此声 但身体却是没有半点影响 亡灵迈着脚步 在这第九声古名下 来到了这皇宫上空 他目光一扫间 突然抬头看向天空 双目瞳孔略意收缩 却见九道黑芒 从天漠然降临而下 那黑芒一眼看去 如同一个个巨大的柱子 四肢称天地 不让其坍塌一般 在降临中 更有层层黑色的波纹扩散 于瞬间 九道黑芒落下 化作了九个穿着黑色铠甲的巨汉 这九人 散发出浓郁的煞气 甚至在身体四周 可以隐隐看到 无数冤魂缭绕 他们没有去拜那正殿 而是彼此看了一眼后 走向了那十八王前地 九处暗机上 在他们的前方 还有四个暗机 不灭将 他们应该就是盗鼓一族 九大不灭将 九个堪比仙族闯过了天尊涅十三层的月天尊 尤其是其中一人 可以达到闯过十四层一般的波动 王林收回目光 脚步向前迈去 踏着那轰鸣的第九声鼓音 向着最前方走去 他的出现 立刻吸引了此地上下 多人的目光 本章完 第1978章 灯火阑珊 木然回首 小说 仙秘 作者 尔根 王林这一生 已然习惯了 在这样的场合下的一次次目光的凝聚 他神色如常 一身白衣飘逸 一头白发不动 平静地向前踏空而去 此人 是谁 他独自前来 更是敢在第九声鼓名时出现 莫非是拥有特殊的身份 此人很是陌生 低沉的议论轻微而起 在被万众瞩目中 王林走过了那数千暗机 走过了那108进 72胜 36掌 随着他的脚步 凝聚在他身上的目光越来越多 那隐论的声音 更是越来越温鸣而起 他要坐在什么地方 他竟敢走向最前方 那最前方的四个位置 可是为了大天尊与国师准备 还有两个位置 则是为了盗谷两位至今还存在的老祖预留 那最前方的暗机 一个在前 三个在后 王林走过那十八王上空之时 立刻这十八位盗谷王爷 纷纷向他看去 神色凝重中 这十八人竟有七人站起了身 向着王林抱拳一拜 这一拜之下 顿时广场这近万人 再次嗡名起来 隐论之声此起彼伏 竟然超过了之前十八王 与那九个不灭将 王林脚步略有停顿 目光在那向自己 一拜的七人身上扫过 微笑点头后 走向那九个 被黑气缭绕的九尊 道骨不灭将之中 那九人有八人沉默 但唯独那堪比先祖 闯过十四层的月天尊之人 其隐藏在黑气内的双目一闪 冷哼一声的同时 身子漠然就要 从那座椅上站起 似要阻止王林 从他上空飞过 但就在他将要起身的瞬间 王林双目冷眼一望 其目中有鸿芒杀鸡一闪 立刻一股惊人的威压 从王林身上漠然散开 刹那消失 但尽管只是一瞬间的威压散开 却是让那要站起之人 全身一震 身子立刻颤抖起来 身子竟无法站起 眼中露出恐惧 碰的一声 又坐在了椅子上 他此刻心神轰鸣 冷汗瞬间密出 王林的那一道目光 在他看去 好似置身于一场疯狂的杀戮场内 被王林连续杀死了数百上千次 如入幻境中 不断地死亡一般 这种感觉 他这一生从未有过 如那一道目光轰入体内 搅碎他的五脏六腑 生刮了他的骨头血肉 取出灵魂搅碎一样 此刻心脏砰砰加速跳动 似要崩溃 在他重新坐下的刹那 王林身子落下 站在了这广场组成扇子形状的 一处处暗计的最前方之地 转身看了一眼 那天空中的数百平台上无数暗计 又看了一眼广场的数千只人 王林大袖一甩 平静地坐了下来 他这一坐 立刻在这广场上 掀起了一场滔天大浪 他是谁 竟坐在了盗谷大天尊的位置上 这 这 刚才此人散出的威压 极为强大 居然让我有好像心脏 都为之停顿的错觉 此人鼓足之力深不可测 绝非等闲之辈 我听说盗谷大天尊最近宣布 收了一个弟子 此人莫非就是旋罗大天尊的弟子 可他竟如此年轻 果然是他 白发月天尊 没想到此人真的是旋罗大天尊的弟子 什么 他是白发月天尊 那白发月天尊不是先族之人吗 据说其实大天尊下第一人 甚至更有传闻 说他是先刚大陆第十样 认出王林的身份的 是如忌都皇子一般 来自古族三脉的皇族之人 道古一族的还好一些 有关王林的事情 他们略有知晓 但其余两族却是神色极为复杂 看向王林的目光 隐隐带着忌惮 实际上 他们也并非对王林一无所知 要知道 旋罗带着王林去过了十股与几股两族之地 故而 这些来到道古 一脉之人 除了送来赫里外 也有借此机会 观察道古实力的念头 这些看向王林的目光中 有一道目光带着激动与狂热 这目光来自天空飘浮的一处平台 忌都皇子的所在 忌都皇子坐在那里 他望着王林从出现 直至被万众瞩目议论纷纷 看着王林平静的样子 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义父之名 古族皆知 义父之威 更是震慑人心 若义父能助我 忌都皇子握紧了拳头 王林没有理会凝聚在身上的目光 坐在那里闭上了双眼 但其内心 却是此刻心肝气躁 如心魔滋生 隐隐竟有了让其控制不住的感觉 这种感觉 是从王林来到这皇宫后出现 是从那之前的心计转化而出 在他坐在这里的刹那 轰然爆发 让王林大吃一惊 虽说可以压制 但却影响了王林的情绪 若非如此 方才那不灭将的起身 王林绝不会散开威压 露出其一丝修为波动 这种人物 还没有让他如此做的资格 甚至在方才的那一瞬间 王林竟有种要将此人杀戮 将此地所有人都杀死的疯狂念头 到底是什么原因 为何我来到这道古皇宫 竟会如此 王林闭着双眼 体内修为运转 慢慢使得心绪平静 但其心神 却是更为阴沉下来 不对劲 这道古皇宫 莫非展开了什么阵法禁止 所以才可以将我影响 但看这四周 却是没有任何禁止的样子 王林睁开双眼 沉默地坐在那里 且这疯狂的感觉 是从那心计转化而来 于数日前 我就隐隐有了这种感觉 在今天中 越加强烈了 这种感觉 似有什么对我来说 极为重要的大事发生 似此事 关乎我的一生般 即便是我数次面对生死危机 也从未有如此强烈的感觉 王林眉头微不可查的骤气 此道古皇宫 不能久留 王林目光一闪 打定主意的瞬间 那回荡的第九生古名 渐渐消散了 随着古生的消散 这整个广场内外 包括那天空上的数百平台 骤然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不知觉地停止了议论 目光全部凝聚在了 那广场正殿 皇尊灵 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 从那整殿中传出 带着一股惊人的穿透力 回荡四周的同时 那正殿闭合的大门 隆隆推开 随着其推开 所有的目光 全部都凝聚在了那大殿尽头 坐在一张巨大的笼椅上的一个男子 这男子穿着黄袍 带着地关 神色不怒自威 充满了一股让人窒息的威严 正是那道古皇尊 我等 参见皇尊 广场上 平台上 包括那十八王在内的所有人 此刻齐齐站起身子 向着那正殿中的道古皇尊 齐齐一败 其中非道古族人可以不跪 但只要 是道古族人 全部单膝跪在地上 亡灵沉默中站起身 向着那道古皇尊一败 可却没跪 他神色看似如常 但其内心如今 那种疯狂杀戮的感觉 却是如潮水 一般卷动 轰鸣其心神脑海 他隐隐 似有些无法压制了 这种感觉 在这正殿开启 道古皇尊出现之时 极为剧烈 诸位平身 今日朕大喜之日 为我道古举族欢庆 有此夜宴 诸位当与朕同罪 那道古皇尊微微一笑 目光却在亡灵身上一扫 内心有了不喜与阴沉 但神色却是如常 反倒向着亡灵含笑点头 一副很在意的样子 有族之邦能来我道古一族 朕很高兴 今日朕不多说 先举杯 敬我道古族人与有族一杯 那道古皇尊右手抬起 立刻身边有一道虚影幻化 送来一个酒杯 与此同时 广场上与那平台上的所有人 在起身之后 纷纷拿起暗机上的酒杯 带着恭敬之意 齐齐举起 亡灵沉默中 暗叹一声 同样拿起酒杯 他打算过了这一杯酒后 就送出师尊的礼物 立刻离开这里 他心中此刻的烦躁 让他的面色隐隐有了苍白 道古皇尊微笑 抿了一口后 广场与平台上的万人 齐齐恭贺 举杯喝下 亡灵没有喝 只是略处就与众人一同放下了酒杯 正要开口之时 于这我道古一族大喜的日子 朕还要宣布一件事情 此事或许诸位也有耳闻 玄罗大天尊弟子 先祖白发月天尊亡灵 从此之后 为我道古一脉守护者 亡灵 上前听风 那道古皇尊微笑开口 亡灵默默地走出几步 在那正殿外 抱拳再次一拜 还不怪 道古皇尊神色一尘 他没有开口 只是平静地望着亡灵 许久 广场的众人 也纷纷看出了异常 目光凝聚在亡灵身上 那众多目光中 有一道来自忌都皇子 他压着心中的激动 他等待的 就是亡灵溺出道古的一天 皇尊 王某带师尊 送上贺礼 还有要事 就此离开 亡灵已然没有了耐心 他此刻心烦气躁 冷冷地看了那皇尊一眼 他自己也不知为何 今日再次看到此人 却是有了一种 说不出来的杀机与反感 大袖一甩 将那旋罗给他的锦盒拿出 向前一挥 被道古皇尊身前出现的 一道虚影接住 恭敬地递给道古皇尊 王灵 阵风你为我道古一脉 皇子守护者 你既有要事 那便离去好了 明日大典 朕希望你能来 那道古皇尊 深深地看了王灵一眼 微笑开口 四对之前毫不在意 更是再不去看王灵 有请皇后 道古皇尊悠悠开口 王灵心中烦躁更多 转身正要化作长虹离去 耳边突然听到了一阵铃铛的声音 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四心中的烦躁 于这一刹那 消失无影 王灵一愣 默然回首 他看到了一个穿着凤袍的女子 从殿中走来 走向那道古皇尊 求推荐票 本章完 第1979章 灯火阑珊 冲观一怒 一 小说 先逆 作者 耳根 这女子穿着凤袍 那凤袍颜色鲜艳 穿在她的身上 颇有一股高贵的气质 她低着头 相貌被一串串珠帘盖着 隐隐可见皱着绣眉 一步步走向到古皇尊 那铃铛的声音 实际上并非铃传出 而是这女子遮盖熔岩的那一串串珠子 随着她的走动 相互碰撞而起 此刻这广场上 平台上 所有来此夜夜的三脉族人 目光齐齐而来 凝聚在这女子的身上 此女相貌 不是那种绝伦的美丽 但却有一股说不出的感觉存在 很柔和 看去很舒服 好似心灵都会宁静下来 这女子身上的气质 便是宁静 如空谷的百合 默默地绽放 只有那高空中的 在白云间穿梭的飞鸟 偶然飞过时 低头一看 或许可以看到那刹那的美丽与芳华 王灵站在那里 在这个女子出现的一瞬间 她体内那心烦气躁 瞬息消失 好似从未出现过一样 宋志 王灵一眼认出了此女 她还记得 在刚刚来到谷足大地时 在那十谷一脉的黑石城外 看到此女的一幕 道谷皇尊目录欣赏 看着那走来的凤袍女子 微笑起来 她大袖一甩 朗声开口 皇后 来坐在朕的身边 今天是我道谷一脉的喜事 也是朕与你的大日子 那凤袍女子脚一顿 沉默中轻步走了过去 在古道皇尊所在的龙椅上 轻轻地坐了下来 抬起头 看向大殿之外 她依旧皱着眉头 双眼深处隐藏着迷茫 给人的感觉 似有一些无助 在她抬起头的一刹那 她首先看到的 就是那大殿内 凝神看来的亡灵 瞬间 二人的目光 在这大殿中 凝聚在了一起 二人目光的焦急 亡灵脑海立刻有了轰鸣 这轰鸣来得太过突然 好似无数天雷同时乍响 传遍亡灵全身的同时 甚至让她的元神 让她的灵魂 都会颤抖起来 这种颤抖 好似眼前这个女子 是她亡灵生命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亡灵神色一变 盯着那女子 她的心脏砰砰 砰砰加速跳动 这女子给她的感觉 极为熟悉 但这种熟悉 却是被隐藏在了一片迷雾之中 亡灵想不出 这熟悉的来源 婉儿 李倩梅 周如 红蝶 亡灵正正地望着那女子的双眼 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张张面孔 但却无法准确地找出 那熟悉的来源 又好像都不是 亡灵仔细看去时 却又发现 这女子极为陌生 仿佛与她所想 有极大的差距 亡灵 一声不高昂 但却具备了威严的声音 在亡灵耳边回荡开来 朕的皇后 如此吸引你的注意吗 盗谷皇尊望着亡灵 目中 闪过一丝冷意 她即便是皇尊 但如今皇后走出 所有人都是目光一触即收 可唯独这亡灵 竟如此放肆地看去 她本就对亡灵不满 此刻皱着眉头 话语冷漠下来 亡灵沉默 在那盗谷皇尊的话语中 好似苏醒过来 眼中露出复杂 她没有理会那道古皇尊 而是依旧望着那凤桃女子 她想要在这女子身上 找到那熟悉的根源 只是她看着看着 却是暗叹一声 目中露出了惆怅 这女子 她不认识 那熟悉的根源 她也隐隐找到了 是这女子的气质 那宁静的气质 与李慕婉 很是相似 不可能是婉儿 只是气质相似 是我的错觉了 以亡灵如今的修为 若这女子真的是李慕婉 亡灵可以一眼就看出 但此刻任凭她如何去看 也只是熟悉而已 但却找不到李慕婉气息的半点波动 婉儿在碧天关中 她的残魂失踪 找不到啊 这女子 不是 只是这世间 竟有如此气质上神似之人 亡灵闭上了双眼 盖住了目中的悲哀 那女子面色微红 眼中露出怒意 似对亡灵 这样的无理注视 很是不喜 只不过她自己也说不出 内心深处 似对眼前这个人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这种感觉刚一出现 立刻就诡异地消散 似不复存在 正在问你话 那道古皇尊左手抬起 猛地一拍那龙蚁扶手 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 但那扶手 却是没有丝毫损坏 只是这大殿内 却是在这一刹那 漠然出现了数十道杀鸡 死死地锁定在了亡灵身上的同时 隐隐可见大殿中 在亡灵的四周 有十多道烟丝一般的虚影 若隐若现 似只要道古皇尊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齐齐出手一样 更是在此刻 大殿外的广场上 还有那数百平台上 来自三族的族人 一个个也看出了异常 纷纷神色古怪 目光在那大殿中的 王灵身上扫过后 又看向那略有 怒意的凤袍女子 此女很像王某的一位故人 王灵睁开双眼 看到了那女子目中的韵意 内心不知为何 有了刺痛与失落 她如今已经确定了 这女子 不是她要找的人 只是那气质的相似 勾起了王灵的哀伤 与心神撕裂般的痛苦 哦 那道古皇尊 目光微不可查的一闪 转头看了一眼身旁的凤袍女子 又看了看王灵 忽然嘴角露出了一丝 捉摸不透的微笑 皇后 你可认识我 道古一脉未来的守护者吗 道古皇尊悠悠开口 那凤袍女子低下头 轻摇禽手 国师当初把此残魂给我之时 曾说 这残魂上有她的封印 不会散出丝毫气息波动 即便是遇到这女子最熟悉之人 也绝不会看出端倪 除非在推演计算上 可以超越她 否则 即便是有大天尊的修为 在这方面 也看不出丝毫 道古皇尊微微一笑 有意思 莫非这残魂 真的与这亡灵有关系不成 道古皇尊内心颇为惊喜 但神色 却是依旧带着 那难以捉摸的微笑 或许你们真的认识也不一定 皇后 你走下去 走到我道古一脉未来的守护者面前 让她仔细看看 若你们真是故人 倒也是另一件喜事了 道古皇尊慢慢说道 那凤袍女子沉默 轻轻站起身子 望着亡灵 缓步走了过去 亡灵正正地望着对方 她依稀间仿若看到了李牧丸走来 心神震动 甚至连身子都颤了一下 直至那女子走来 在亡灵面前一仗停下 平静地看着她 那目光运移更多 隐隐给了亡灵很冷的感觉 那熟悉中的陌生 让她好似忘记了思考 忘记了身处在这道古皇宫 忘记了是在这古族大地 忘记了是在这仙纲大陆 好似回到了洞府界 回到了朱雀星的山谷中 呆呆地望着对方 眼中的悲哀 似可以融化这天地 那悲哀 被这女子看到 她忽然心刺痛了一下 面色苍白 眼中也有了迷茫 只是这迷茫很快就散去 重新化作了孕医 你 不是她 许久 亡灵露出苦涩 她忽然很想喝酒 很想让自己大醉一次 来忘记这种发刺灵魂的痛与爱 她知道 方才得的一切 是错觉 但这错觉 却是勾起了亡灵的思念 让她回忆起数千年的一幕幕 让她的悲哀 更深 更浓了 身子亮腔地后退几步 亡灵没有再去看这个女子 没有去看那道古皇尊 但也没有离去 而是回到了她的暗基上 坐在那里 愣愣地望着桌面 许久 她一把抓起那酒壶 放在嘴边 狠狠地喝了一大口 只是 那酒尽管辛辣 但却醉不了她 亡灵很少哭泣 但此刻 她喝着酒 眼角却是流下了泪水 在那泪水中 亡灵一口一口喝着酒 泪也入口 很苦 很色 如她的哀伤一样的味道 那凤袍女子 回到了古道皇尊的身边 平静地坐下 始终低着头 不言不语 那道古皇尊脸上微笑更多 目光时而落在亡灵身上 眼中 有得意于喜悦 一闪而过 看来 十有八九 这亡灵是与那残魂认识的 而这残魂之前容体后露出的迷茫 想来也是因这亡灵 可惜啊 人生之中 不管你什么修为 不管你有多少魂血 哪怕有玄罗为师 可最大的悲哀 还是莫过于 明明相互都在面前 可却彼此都不认识了 不过这样的事情 却是让我很兴奋 那道古皇尊哈哈大笑 举起酒杯 再次于这夜宴上 与那来临的近万人 一起喝下 按照道古一脉的传统 他本该让那凤袍女子此刻离去 但这道古皇尊 却是没有这么做 而是让其始终坐在自己身边 他要继续去看那亡灵的神色 似如此 他可以找到最大的满足与快感 一时之间 因到古皇尊的开怀 使得这场夜宴 如达到了高潮 人生鼎沸 祝贺之词络绎不绝 一副很是热闹的样子 在这烦闹之中 唯有亡灵默默地坐在那里 一口一口喝着酒 眼中的哀伤 却无法随着酒而醉去 皇后 王爱卿似有些情绪不高 你带朕去与其共饮一次 那道古皇尊微笑开口 本章完 第1980章 灯火阑珊 冲关一怒 二 小说 仙妮 作者 尔根 那凤袍女子轻叹一声 她实在不喜这样热闹的场面 尤其是那亡灵的目光 更是让她有些不太适应的同时 内心有刺痛之意 她自己也分不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每要去详细思索 却换来更多的迷茫 轻轻起身 这凤袍女子身边 立刻有一道虚影幻化 恭敬地递出酒杯后 漂浮在这女子身后 随着她一同走出了大殿 在那人声鼎沸中 来到了亡灵按机的前方 亡灵坐在那里 低着头 这短短的时间内 她已经喝了七八壶酒 抬起头 看了那站在前方的女子 亡灵的眼前 似又有了模糊 你 那女子望着亡灵 轻声正要开口 你会弹琴吗 亡灵苦涩地说道 说完之后 她摇头自嘲 起身拿起酒壶 与那女子手中的酒杯一碰后 喝下了整整一壶 漠然转身 化作一道长红 直奔天空而去 那洒落的酒珠飞舞 有意滴落在了这女子的脸上 很凉 婉儿 你的魂 到底在何方 天空中 亡灵身影远去 但在这女子的耳边 却是隐隐听到了这个声音 此声 悲切 听到的不止是她 还有此地广场上 平台上的一部分 还有那店中的道骨皇尊 她嘴角的微笑 更浓 拿着酒杯 清敏一口 她没有看到 亡灵也没有看到 此地的所有人都没有看到 在听到那一句玩儿的话语后 那凤袍女子 身子漠然一颤 她的眼中露出了挣扎与迷茫 但很快 那挣扎就消散 她的神情 有了空洞 转身 这空洞的女子 走回了大殿 在她的身后 那热闹的繁华 再次璀璨 婉儿 我愿颠覆整个星空 只想摆着你的倒影 婉儿 我一火染红了整个苍穹 只为了给你不再闭目的理由 婉儿 我以雷轰颠了整个世界 只为了让你听到我的声音 婉儿 我走过了万万里 走过了一界界 只为了寻找你的呼吸 婉儿 我入魔杀道 逆天是仙 颠覆了天与地 萧瑟孤独的背影 站在你的面前 只为了让你睁开那 让我平静的双眼 婉儿 你的魂 在何方 王林的眼中 流着泪水 在这灯火通明的稻谷皇城中 在这天地内 默默地向前走去 她的背影孤独 萧瑟 透出无助 她的哀在心中的深处 永远被冷漠与生存覆盖 轻易不会显露出来 但这一次 在看到那熟悉的气质后 王林却是再也无法掩盖 无法去欺骗自己 她的眼泪 流下 在她的默默走去中 泪水滴落 不知去了何处的屋顶 耳边依稀还能传来那自皇宫的烦恼 只是如今的王林 却是不愿 也不想去听 她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在一个无人的地方 莫属自己的记忆 她回到了道古殿 回到了那属于自己的木屋 在那木屋中 王林关上了门 呆呆地坐在那里 她无心修炼 无心去看那地底洞府中的大天尊之羊 她望着窗外五彩的天地 许久 许久 我有通天的修为 又如何 我有逆天的意志 又怎样 我即便是道古一脉的守护者 可我却找不到我儿的魂 王林脸上露出痛苦 她一直不愿去思考这个问题 她一直在用修为的提升来麻醉自己 来欺骗自己 告诉自己 唯有这样 才拥有找到我儿魂的希望 只是 她骗了自己数千年 可如今 在那皇宫中第一次 看到了与瓦尔神寺的颂旨 她就控制不住那追忆与思绪 时间慢慢流逝 王林把自己关在木屋内 承受着那是心一般的痛 她的眼前 浮现了那一幕幕往事 此刻的她 唯有依靠记忆来让自己 不再孤独 如那东陵宗的老祖一样 在那只有她自己死宗内 只有记忆伴随 这世间 竟有气质如此神似之人 可她却不是瓦尔 她是宋志 我曾经在黑石城外 看到的那个女子 许久 王林强行 压下那心中的痛语意 她不想让自己变得脆弱 这对找到瓦尔的魂 于事无补 深深的一声叹息 王林闭上了双眼 半想后再次睁开时 目中有了平静 只是在那平静的深处 却是依旧缭绕了哀伤 宋志 王林喃喃中 右手抬起 一挥之间 立刻身体外出现了重叠虚影 那五行真身一一幻化 包裹中间的金本源光团 那光团内 四隐隐坐着一个模糊的虚影 这虚影 正是金本源将要凝聚出的真身 让自己平静 让自己不再去思索此事 告诉自己 那宋志不是瓦儿 王林望着那金本源光团 神色憔悴 再次闭上双眼 准备依靠修炼来让自己不去追忆 但就在她双目闭合的刹那 王林突然猛地睁开双眼 其双目内露出滔天金光 其神色更是露出诧异 不对 那宋志我之前在黑石城外见过 当时的此女 没有让我有丝毫如方才一样的感觉 那时的此女 很寻常 很平凡 尽管也有宁静 但绝不是方才皇宫中那个样子 王林身子一震 若她在当时 就如方才皇宫那样 我不可能没有察觉 在那黑石城外时 我就应该有方才的感受 可以感受到那熟悉才对 可那个时候 我没有丝毫感应 但为何 在这皇宫中 再次看到此女后 会有那种熟悉的感觉 这里面 不对劲 道古皇尊选妃 选了几百年 最终方选择了一个 但这个宋志 并没有绝美的容颜 为何会让那道古皇尊选中 这道古皇尊数百年 到底在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妃子 为何这宋志前后之间 差距如此之大 为何之前我没有感觉 但在皇宫中 却是如此 为何我去往皇宫宇到了后 会有心烦气躁 为何再看 那道古皇尊会有杀鸡 为何这宋志出现后 这种心烦的感觉 刹那消失 王林猛地站起身子 身子颤抖 眼中的光芒万丈 把这木屋全部笼罩 她的头发无风自动 似有一股隐藏的力量 要控制不住爆发出来一般 但 我之前神识 也在此女身上查看 并没有看出丝毫端倪 此女一切如常 只是那神识的气质 才让我有了熟悉的感觉 这又是为何 王林心神颤抖 她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脏 加速地砰砰跳动 这种感觉 她数千年极为罕见 那是激动 迟疑 还有不解与迷茫的交融 那是她无法置信 亦或者是 无法确定的震动 她的内心 似有一股火焰在压抑 不断地压抑下 隐隐要到了爆发的时候 数百年的选妃 送至前后的迥然差距 这里面 到底存在了什么隐秘 这个隐秘 会让我如此发狂 王林神色扭曲 隐隐控制不住 她恨不能立刻冲入皇宫 将那道古皇尊秦柱 搜魂拷问 但她 不能 她是旋罗的弟子 旋罗是道古一脉的守护者 旋罗对她王林 有大恩 有师尊之情 她若是没有丝毫证据 就去往皇宫 擒杀皇尊 她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她无法面对于 她有大恩的师尊 王林双眼一闪 她右手抬起肩 虚空一抓 立刻在她的手中 出现了一枚黑色的御剑 这御剑散发出诡异的幽暗之芒 四看之一眼 就会把心神被吸引进去 无法自拔一般 这御剑 正是大大魂门的老祖 那位为了族群算计了一切 最终取出心脏与脑 神色哀求原谅 似自己衡量良心与算计哪一个重要 又似问王林一样 跪在王林雕像前的道王族的一带天骄 这御剑可以帮您推演一次未来的变化 王林的脑海中浮现出获得这御剑时那回荡的话语 她不假思索 猛地一把捏碎这御剑 口中喃喃传出了几句咒语后 伸开了右手 那御剑碎开 化作无数黑气 漠然在王林的掌心内化作了一个黑色的小人 她望着王林 跪了下来 磕头九刺 在其磕头的一刹那 王林脑海轰鸣 她看到了洞斧剑 看到了一只金银的手 从那天到众生中 取走了李木碗的残魂 她看到了在一间密室内 一个全身被七彩笼罩的模糊虚影 两指捏着一个珠子 那珠子内 正是闭目颤抖的李木碗残魂 她听到了这模糊的虚影 向着其身前 那一脸震惊的黄袍男子 低语一番 她看到了这黄袍男子一脸惊喜 带走了此魂后 用了数百年的时间 不断地选择妃子融合 却均都失败 最终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女子 这女子正是颂旨 与此魂融合在了一起 她看到了那宫殿内 那黄袍男子 右手捏着这女子的脸颊 使得那昏迷中的女子 痛得流下了泪水 还有那黄袍男子口中的声音 那黄袍男子 则是道古皇尊 夜道 我要杀你 王灵猛地睁开双眼 奇目通红 头发疯狂地卷动 发出了一声 足以撕裂九天 轰灭黄泉的嘶吼 这吼声 蕴含了一股疯狂 蕴含了一股 不惜毁灭天地 不惜自身生死 不惜放弃一切的决然与愤怒 这是王灵 从出声开始 发出了最狂暴的一声 足以让天颤速的生命之后 这是他王灵 冲冠一怒 冲冠一怒 求月票 本章完 Bij我也曾经清 eaten 我翻拓 祝荟 小刀 accepted 赶礼 舀 来 鬍 总 彦 丑 最后 effectivement 我的 kay 咀 煞 跟 一 gr 家 感谢观看